到京都吃喝玩乐 古老文化初体验 京都人向来自豪于他们的传统文化 就连说到吃喝玩乐 也都跟文化扯得上边 先说异计吧 京都可是日本仅存的异计大本营 这回我们请来舞技表演 从下车开始一路跟随 这种独特风情 确实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看完一季 再体验自己动手做传统和果子 看似简单的点心 每一样都和季节对应 跟着师傅慢慢刻画 一旦完成了 成就感超大的 有了和果子点心 自然要有茶道来搭配 看茶师们仔细地端出道具 打出芬芳的抹茶 我们坐在户外 一面欣赏茶器 一面品尝抹茶 真的是特别的惊艳 更特别的体验留在压轴 这天我们来到古老的亭屋 今天要上的是清酒课 老师先讲解基本知识 接着登场的 就是快乐的品酒时间了 大伙一路从啄酒 圆酒 山沸唇米 喝到唇米大一样 彻底感受日本的清酒文化 也为这趟京都之旅 画下愉快的据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